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艺期间 张新荣白天跟着师傅走街串户 晚上在家边坐边摸索 从编织日常生产生活用品学起 不断实践 努力探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学到一门精湛的竹编技艺 成为方云香里的一把好手 最近几年她以平面竹编名人书画为主要题材 用竹丝编出唯妙唯肖的艺术品 深受社会各界赞誉 多件作品在省市乃至全国展出获奖 并被多家博物馆和艺术馆收藏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一位树花传承人 好热 我的脸很烧 我的这个勺子其实还没有碰到铁水 它已经开始在冒烟了 打树花是河北省张家口卫县暖泉镇的地方传统民族文化活动 至今已有五百余年历史 是用融化的铁水泼洒到古城墙上 蹦践形成万朵火花 犹如枝繁叶茂的树冠而称之为树花 打树花表演危险性极高 王德是卫县暖泉镇农民 也是省级飞椅打树花传承人 几十年下来 王德身上有数不清的烫伤 从十五岁的打树花少年 到今天五十一岁的打树花省级飞椅传人 王德的记忆炉火成青 参评团成员也抓住这次机会跟老师学了一些 当时老师跟我说啊 你要有万力 臂力和妖力 然后这种力量极为一身 然后呢 其实我有一点怂 因为如果专门用那个铁水的话 就有可能会受伤 因为第一次嘛 老师也不让我去弄 对吧 老师 真是 要保护你 然后呢 我当时就说 把这三个力量急于一身 然后就一块使劲使过了 然后一不小心就把这勺子给甩飞了 天 我说小马哥啊 为了你和他人的人身安全 以后这种表演还是不要轻易尝试了 最后要上场的高手是一位耍番棋人 这叫霸王聚鼎啊 练中班的所有开门发 先让 二分 二分 三分 练左 南来六 哇 这手机好弯 好 跪本还原 太厉害了 对 这位上哪啊 上一下脑袋啊 那是人家重要部位 听着也不要砸啊 看会不会疼啊 这脖子需要很大的力量 冯文武是北京天桥中番的第四代传人 自幼学习武术的他 对于力量的运动十分喜爱 一次偶然的机会 让当时只有17次的他看到了中番表演 数米高的范儿能够自如地在表演者的身上翻来覆去 却依旧保持平衡 屹立不倒 仿佛是长在身上一般 真让他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表演 由于时代变迁 天桥市场取消 众多的民俗艺术慢慢地失去市场 迫于生活的压力 冯文武不得不暂时放下了中番 2006年 北京天桥中番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也让快被遗忘了的中番重新找到了生机 冯文武也重新拾起了中番 更多精彩内容就在本周日晚21点10分的高手在民间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探班放歌中国了 今秋十月爽 九九画重阳 没错马上就是重阳节了 同时呢也被叫做老人节 树立这个节日呢 就是想让全社会都尊老 敬老 爱老 祝老 那这一期的放歌中国 特别为了重阳节录制了一期节目 到底有多精彩呢 我们去看看吧 思思白发儿女债 道道深闻岁月痕 当我们一天天长大的时候 父母也在一天天变老 我们感恩父母 感恩他们用十月怀胎 给予了我们生命 感恩他们用心切汗水 补育了我们成长 只知道第一声叫的是妈妈 记得你天天说 啊 说 天天才读懂你的表道 不记得何时学会了走路 只知道父母用他们深切的教诲 教会了我们做人 父母给予了我们的太多太多 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却不知从何做起 做人心做好爱你 懂得小金巴赫吗 懂得小金巴赫吗 世上有一位最好的女性 不管你给她回馈的是什么 她会永远爱你 无论你成功或失败 她都会永远爱你 这个人就想要你 这一位最好 Read 我认识你 给我了一位 电影 电影 小金巴赫 但好 走吧 再来 那 请 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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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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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产丰饶 好学生们刚来到这里 就被这里的一片花海所吸引 而这些花可不仅仅是用来观赏的 高书记我发现 其实这些花呢 都具有观赏性 那它们有没有什么附加值呢 附加值就是有的吧 这个花枕呢 花枕它是一种 还有是药材的 药材 还有药材 像我说种500多 它这个它就是药材 这次好学生们 可不光是一包眼福 更是大包口福 此时此刻 那一座好学生队 正在送大姐家准备用膳呢 不过在吃之前 劳动也是必须的 在荧幕前 它们是这样的 这样的 而在幕后 它们是这样的 这样的 在这次体验中 好学生们是否知道 灰南是如何 让走马观花的旅游 变成移居体验式休闲游的呢 更多精彩内容 就让我们共同关注 本周六晚21点15分播出的 好好学习 又美味叫醒灵魂 让爱重回厨房 又到了由善寇品牌 独家冠名播出的 让爱重回厨房的时间了 那今天呢 又会有哪些赛品上桌呢 我们去看看吧 又美味叫醒灵魂 让爱重回厨房 让爱重回厨房板块 由善寇 由善寇品牌 冠名播出 善寇 中产家庭 品质厨房首选 更多优秀妈妈的选择 牛肉含有丰富的 白萝卜 大蒜 姜 洋葱 佐料有辣椒粉 辣椒酱 白胡椒粉 首先牛肉切成细条 备用 洋葱切丝 蒜切片 白萝卜去皮 切成滚刀块 凉水中下入牛肉 放入洋葱 焯水之后捞出牛肉 晾凉备用 把牛肉条撕成小块 加姜末 放入辣椒酱 撒上辣椒粉 倒入白胡椒粉 搅拌均匀 锅中热油 倒入拌好的牛肉翻炒 锅中加水 放入葱段 倒入白萝卜块 大火开锅 小火慢炖 热气腾腾的牛肉汤 就做好了 把牛肉和萝卜 撒在这香喷喷的 扇扣冷水米饭上 再浇上浓郁的汤汁 最后我们撒上葱花 这道手撕牛肉汤泡饭 就完成了 面对着诱人的汤饭 摸摸我 可要先尝一尝了 电视机前的您赶快试一试吧 买长白山品质干货 上京东搜扇扣 也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 参与节目互动 赢取扇扣食材大礼包 怎么样 刚才教您的美食您学会了吗 心动不如行动 赶快做给家人尝一尝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吉林卫视 关注情动时分 情动时分 给你台现个彩 幕后精彩 同时不要忘了 明天晚上播出的好好学习 以及周日晚上播出的 高手在明间呢 我是莫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